男子好心救助一只奇怪动物,虽然看起来像是梅花鹿,但身上却没有斑点,小家伙在冰天雪地中卧地不起,老叶将其逼回家中,本来打算并好好再将他放生,谁承想小家伙竟然不愿意离开了,不仅如此,机月消失之后,他又带来一只小鹿下山蹭饭,提醒比小家伙还大,老叶推测是他的妈妈,事情就发生在长白山脚下的吉林马路沟村,老叶家里有个奇特的客人, 这只小鹿不仅不怕人而且和人非常的亲近,是几个月前老叶意外从外面带回来的,这天老叶刚好在镇里半点时,回来的时候走到村口大树下,听见有奇怪的声音老叶十分好奇,凑过去一看竟然是只奇怪的动物,小家伙好像是生病了,街友人过来还是卧在雪地里一动不动,当时天寒地动,到处也没什么食物,没人管小家伙肯定要在这儿活活动死,心生怜悯的老叶决定把他带回家里, 一路上小家伙居然也没有反抗,就这么乖乖的被老叶逼回了家,怕他乱跑老叶将他装进一个笼子,老叶妻子看见笼子问你编装的什么,但老叶自己也不清楚,夫妻两人看着研究了一回,见小家伙脑袋上长着一对角,耳朵之棱者,他们觉得应该是个下山找食物的小鹿,但是身上却没有露的花纹非常奇怪,经过仔细的检查,小家伙身上没有任何伤口,可就是一只无精打采的,老叶怀疑他可能是热的, 拿来家里种的玉米,小鹿闻了闻接着就把头扭开了,看来他并不喜欢吃玉米,老叶思索着,看小鹿的体型应该还在吃奶,于是老叶又去找来养奶,小家伙这才终于开始开口干饭,两天过后小鹿精神恢复,胃口也逐渐打开,这才发现原来他不挑食什么都吃,体力恢复后小鹿开始变得不老实起来,一直用头撞笼子,脑瓜上的毛都撞没了,老叶媳妇担心再这么下去,他能把自己撞死, 于是便将小鹿从笼子里放了出来,老叶本打算就这么将其放归自然,没想到小家伙出来后怎么撵都撵不走了,直接围着妻子随殊荣直蹦跋,在他身边所算又跳转圈圈,就是没一点想要离开的意思,老叶寻刺估计小鹿是在野外过过了,吃了伤得没下顿的日子,眼下这里管吃管喝的跟住酒店一样,自然也就不愿意走了,眼看驱赶多次却没什么用,老叶也就心软将其留了下来, 并且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鹿鹿,小家伙就这样在老叶家住了下来,村民老叶好心救助一只奇怪动物,是鹿又不是鹿,没成想治好后,小家伙竟然爱上了包吃包住的生活,就是赖在老叶家不走了,老叶两口子,在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活了大半辈子,浓忙时重重装俭,闲时上山给别人看守林吗? 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大工作,一直在危海打工,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,平时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俩,未免显得有些冷气,但鹿鹿的到来可以给家里增添了不少欢乐,他虽然看起来像个鹿,但是性格却跟村里的旺材差不多,经常围着人撒娇卖萌转轩轩,有时候偷吃隋大姐刚谢好的菜,有时又会偷偷跑到他们的炕上一起睡觉,白天老夜夫妻两人出去干活的时候,鹿鹿还会自己跑到山林里玩,但到了饭点她肯定会准时, 回来,在家的时候就跟小孩一样,走到那儿她就跟到那儿特别黏人,非常招随大姐喜欢,时间一久,小家伙的名声在村里越来越响,甚至有隔壁镇的村民都来看个稀奇,同时村民们又十分好奇鹿鹿的身份,纷纷猜测这究竟是个什么动物,有人猜测鹿鹿是只棉花鹿,有人猜是只袍子,但是老夜终究还是无法做出判断,后来有不少人上门来打鹿鹿主义,最高一次竟然出价六千元,这对依靠 中地为生的夫妻两人来说,可是一笔不小的收益,但这些全部都被随大姐两口子直接回绝,他们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,从小就为她伺候她,早就已经跟她产生浓厚的感情,把她当成了一家人,这些人收购无非就是缠鹿鹿的身子,想吃她的肉,他们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人领走,眼下鹿鹿算是出了名,她的安全可成个大问题,鹿鹿整天像是个节溜子一样四处乱跑,对人完全没一点戒心,万一出门遇到 什么事儿可咋者,怕啥来啥没多久鹿鹿就出事了,有次老叶领着她出门,一个没注意鹿鹿自己跑到田里去玩,侧门在地里忙活,以为是野生的鹿,拿起手里的镰刀就往她脖子上砍,幸好看到了鹿鹿脖子上戏的相圈,知道这是老叶家的这才及时收了手,自此之后夫妻俩越想越后怕,再这么任由下去,真出事被人端上了饭桌后悔都没了办法,于是老叶找来一条绳子,想要将其暂时拴起来等风投过了再做打算,但鹿鹿鹿鹿, 鹿鹿哪见过这阵仗,也许是出于本能反应见到绳子后十分抗拒,几个灵活走围之后蹦跳地跑出了大门,一六言不见了身影,他们本以为鹿鹿会像往常一样,到了饭点就会自己回来,没想到这一次却让他们失望了,自打这次鹿鹿出门已经过去了两天,可还不见他回来的身影。 村民老叶意外救助傻桃子,自此赖着不走过上了包吃包住的生活,通过之前的事情老叶本想将其拴住,却没想到他跑出门后几天未归,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,几周之后鹿鹿鹿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惊喜,当时老叶和媳妇急坏了,起初他们还想正好趁着这次机会,将鹿鹿放回自然,但是时间越久他们越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也逐渐开始越担心,鹿鹿是他们从小在家里养到大的,外面冰天雪地他真的能生存下去吗? 万一他在外面撑不过整个冬天怎么办?万一被人抓住了又该咋整,两人开着清静的院子感觉到一丝冷气,他们再也坐不住了,于是两人便走出家门在村子附近找了起来,见村子里没有他们又去了附近的山上,就这样持续一周时间,都没找到鹿鹿的踪迹,老叶安慰妻子鹿鹿本来就是野生动物,现在离开了也是好事,外面才是他的家,看得出来虽然他嘴上这么说,其实心里也是十分难受的,他们也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个事, 正当夫妻俩沉浸在伤心中的时候,几天之后,他们却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,这天一大清早随大姐起床打开窗户,看见了令她吃惊的一幕,院子里竟然有一只怪模怪样的动物,长得也特别像鹿鹿头上没有鹿角,而且体型比鹿鹿还大,老叶猜测这难道是鹿鹿的妈妈? 当老叶好奇的推开门查看时发现,鹿鹿竟然也在院子里,虽然看起来很虚弱像是很久没吃东西的样子,但当见到阔比已久的亲人,并在隋大姐面前拼命的撒欢,看着受了一圈的小家伙大气心疼得不得了,这次他们看着是再也不打算离开了,老叶非常高兴,觉得这肯定是他们之间的缘分,但他心中还有着一丝顾虑,两只小家伙的身份到现在都还没确定, 万一是傻保护动物杂者,这赖在家里不走万一被发现,鹿鹿不及要被强制带走,可能还会面临罚款,老叶不知所措,将此事告知了镇中学的生物科李老师,李老师又将此事转达到当地动物保护协会,这下鹿鹿的身份终于真相大白,专家老唐一眼就认出,他是东北常见的野生袍子,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他和梅花鹿有一样的习性,但体型比梅花鹿小,而另一只被鹿鹿带回来的动物,则是人工养殖的马鹿鹿, 估计是从养殖场跑出来后,在冰天雪地里找不到食物被鹿鹿捡了回来,唐会长见老叶与袍子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老叶也有继续养殖的愿望,于是唐会长就在老叶家建立了,一个小型的野生食草动物救助站,鹿鹿今后也能一直待在这里,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。